好 我們上次做了Create 可以打一個東西 然後按一下Enter 就新增了一筆項目 這也是我們的Create 就是 CIUD裡面的C 那我們這Create完之後 第二個是RRead R就是Read嘛 要讀取 其實我們建立完 我們把資料塞到我們的Data裡面 以後 ViewModel 發現我們的資料有更動 對不對 看一下我們的程式碼 我們的資料呢 它發現說 我們todo有變動 它就立馬把我們的資料更新回我們的網頁上 就做了這個 for in-loop的更新 然後呢 就立馬看到我們新的這個項目 所以我們的R也是莫名其妙就寫完了啦 莫名其妙就寫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剩下 u 跟 d update 跟 delete 好 那我這裡先來做delete好了 delete比較簡單 就是按叉叉刪掉 就這樣子齁 所以我這邊來寫 delete delete在哪裡呢 在這個button對不對 我們點了它 我們先來想一下 delete這個功能要怎麼做 會發生什麼事情 delete就是使用者點了它 然後呢 你也可以問使用者要不要刪啊 是不是真的要刪這一筆資料 是的話就刪掉 不是就不刪 那比較簡單你就是也不問 按了就刪 也可以 好 那我這裡就雞婆一點問一下好了 所以我點了它去問一下說 我到底要不要刪這個 好 那如果要的話 這一筆就把它刪掉 所以我們整個流程是這樣齁 好 那我們一步一步來做 首先第一個使用者要點它 所以我們要先去監聽這個事件 如果有人click這個button的話呢 我們就 delete to do 刪除這個to do 好 第一件事做完了 監聽這個事件 好 我存個檔齁 那我們這邊有個delete to do 所以我們的 method也要把它加上去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有個 delete to do 好 我們先一樣 console.log一下 好 確認我們這個事件有寫好 好 兩個都存檔之後呢 重新整理 好 delete 有沒有 有delete to do 好 代表了我們事件綁定 跟我們的 method綁在一起 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好 使用者點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問他 好 你真的是要刪這個項目嗎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資訊給他看嘛 喔 你要刪的真的是 Lauren3這個代辦事項嗎 我們要問他嘛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資訊準備好 好 怎麼準備呢 好 我們在這邊去綁定這個事件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傳參數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to do傳進去 好 這樣不管是to do的ID啊 還是它的content 甚至它complete的狀態 我們都拿得到對不對 好 所以delete to do 好 去刪除這個to do的時候 我們直接把這一個 好 這一個to do的資料傳進來 好 存檔 好 存檔以後呢 我們這邊也要接一下這個to do的 好 這個資料 好 那接到之後呢 我們要問使用者 你是不是真的要刪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宣告一個變數 打錯字 result 好 問他呢 confirm 好 問他說 delete to do 好 問他是不是真的要刪這個項目 好 什麼項目呢 to do裡面的content 對不對 好 這樣子問他 好 你真的要刪這個項目嗎 我們加個引號把它引起來好了 大家看得懂我在寫什麼嗎 好 我們要問他啦 你真的要刪除這樣的項目嗎 比如說 lauren3 delete to do lauren3 嗎 這樣一個完整的問句 那只是lauren3呢 我們把它改成我們的變數 好 就用代引號這樣一段 好 這樣一段 啊 用加字號呢 好 去串連我們的字串 好 所以這樣應該是完整的 好 你也可以用新的ES6的字串的寫法啦 好 我來寫寫看喔 好 新的寫法呢 好 先把這個字串拿出來 好 新的寫法是用這個 飄飄上面的 好 就是飄飄的那顆按鈕 好 就是鍵盤左上方 好 有沒有 有一個毛毛蟲 有沒有 點下去呢 它不是飄飄 你要按shift才變飄飄對不對 好 那 沒有按shift的時候就是這個 好 這個符號呢 你就可以直接打字串 好 有沒有 這裡面所有的內容都會變字串 但是如果你要在這裡面塞變數的話 就比起原本的寫法方便很多啦 好 兩個都打開好了 原本的寫法是這樣 你要結束一個字串 然後再加上另一個變數 然後再加上另一個字串 好 這樣把它串連起來 好 那新的寫法呢 欸 就不用 好 新的寫法呢 就在原本的字串 好 你要加變數的地方 就加一個前字號 大跨谷 有沒有 變色了 好 這邊就可以塞我們的變數 好 就這樣 好 所以是新的寫法 我覺得蠻酷的 好 那我們留新的寫法好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問他說 欸 你真的要刪除這個to-do嗎 好 那我們透過 我們剛剛傳進來的to-do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 把這個to-do的內容跟他講 或者說你是不是真的要刪這個項目 好 那這邊如果 如果if result 如果他真的要刪的話 好 我們再log一次 好 yes delete 好 那不然的話呢 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寫根檔 重新整理一下 好 刪除 有沒有 欸 你真的要刪 lauren2這個項目嗎 好 cancel 就什麼事都沒發生 好 但如果你按ok的話 好 yes delete ok 這個黃黃的 就不是什麼重要訊息啦 你認真看一下 他只是說 喔 click的handler 他花了幾秒在執行 就這樣 所以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這個yes delete 才是我們要的訊息 好 那我們這邊確定了 好 我們有拿到這個資訊 對不對 使用者也確定說 他知道他要刪的是哪一個項目 好 那他決定要刪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刪掉 OK 怎麼刪 好 怎麼刪呢 我們要刪的是什麼 我們要刪的是這個to do嘛 好 某一個to do對不對 好 那to do是什麼 to do是我們to do裡面的某一個項目 好 所以我們要把其中一個刪掉 好 比如說我們剛剛點了 好 第三個 好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刪掉嘛 對不對 好 點了第二個就刪第二個 點第一個就刪第一個 所以呢 這邊一個很直覺的想法就是 我們要知道我們點了哪一個 對不對 我們點哪一個XX 好 那以前呢 如果你是寫JavaScript或是ZQuery的 你就會很自然的去想 啊 我要做Traversing 從這個節點 這個事件發生的這個節點 找到我們的Li 然後去把它刪掉 然後去把它刪掉 好 這是以前 JavaScript 跟ZQuery的做法 好 但Vue呢 不用了 因為Vue在佈局我們的HTML架構的時候 其實呢 它都已經可以把資料傳banban了 它把資料準備好了 所以呢 我們在刪的時候 就可以把需要的資料都先準備好丟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做到我們要的效果 好 就是我們要刪除這個 ToDo的效果 好 它怎麼刪 好 它不是像JavaScript ZQuery去把這個節點刪掉 不是喔 它只是很單純的 去把我們的ToDo這個array 去做一個整理 把這array的其中一個項目刪除掉 就這樣 好 Vue.js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對Data做處理 它對畫面不做任何處理的 不做任何處理 對畫面這種節點做處理的 是JavaScript跟JQuery在做的事 好 Vue呢 不這樣做 Vue只對Data做 好 那做完Data VueModel就會發現Data改變了 然後它就即時反映到畫面上 好 這是Vue.js的邏輯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看 怎麼樣去整理我們的這個array 好 這個就是比較程式面的基本功啦 好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刪這個 我們就要知道它的所影值 然後把那一個所影值的這個項目刪掉 好 那array呢 它有一個叫做 好 我先不講啦 我們用Google來試試看 來幫大家練習 怎麼 Google Google是工程師很必要的一個能力 最基本的能力 好 我們就找JavaScript 好 我們要 delete delete from array delete array 可以啦 我們來看看 就是打一些關鍵字 然後看有沒有相關的 第一個叫做 splice 是我們要的嗎 array prototype splice array呢 就是 JavaScript跟內建的一個型態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物件 好 那它有很多的不同的 method可以使用 splice 是其中一個 好 splice 是幹嘛呢 它可以刪除既有的元素 而且 或者 你可以加入新的元素 好 就是你要加不加都可以 或嘛 你可以刪除某個項目 也可以去新增某個項目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months 到這邊我們都還不確定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答案喔 好 我們只是先了解一下 我們找到的 我們Google到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的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好 這個是 months 它是一個array OK 有四個東西 好 那 splice是什麼 好 我們先看一下它用法 第一個是start 好 從開始的地方 開始刪除 然後delete count 你要刪幾個 好 所以比如說從1開始 好 從第一個開始刪五個 1 2 3 4 5 這樣刪五個 好 所以你可以寫一下 1 5 好 然後呢 後面是你要再新增的東西 OK 好 所以你看喔 這邊 好 這邊有四個東西 January March April June 好 那我們刪 第一個 01 把march刪掉 好 那刪掉之後呢 沒有 它沒有刪掉 因為它沒有刪任何東西 它刪0個 好 所以它這邊是做插入 所以splice很酷 它可以刪也可以寫入 很輕鬆的駕馭我們的array 要插入啊 要刪除都可以 好 所以它這邊寫 從第一個的位置01 去插入 因為沒有刪除嘛 它去插入一個february 好 所以它做完會怎麼樣 會在01的這個位置插入一個february 就變這樣子 OK 好 這是splice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它是41 41是什麼 它在第四個位置 好 這個是舊的 我們不是要找這個 我們要找新的 因為splice它是會改變到原本的array的 它是一個mutation method 我還記得我們array有講過對不對 我們在list rendering的章節 有講到array array它有mutation的method 對不對 array splice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push啊 pop啊 shift unshift splice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講的就是這個 好 所以它是一個mutation的method 就是我們做完以後它會直接改變到原本的array 好 那改變完 這是新的 好 我們再直接針對它再做一個splice 好 所以就是用這個新的array 好 去做一些調整 好 從index 01234 好 刪除一個 就把jun拿掉 然後插入main 好 所以呢 欸 有沒有 變成這個樣子 好 jun不見了 變成main 好 好 所以呢 也就是說啊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刪除某個項目 你就寫這兩個就好了 好 如果 好 如果你只寫一個呢 比如說1 然後後面都不寫的話 它就從01 然後之後全部刪掉 好 所以你要給幾個變數 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好 如果你只給一個縮影值 它就從那個縮影值之後全部刪掉 好 但如果你跟它說 欸 你要刪幾個 它就會從那個縮影值開始刪幾個項目 好 那刪完之後呢 如果你還有給其他的項目 好 那它就會陸續把你新放的這個東西呢 從剛剛那個位置 好 一個一個把它插進去 好 這個是splice 好 所以這splice 對我們要做的事情有幫助嗎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已經快忘記我們要幹嘛了對不對 我們要刪除某個項目嘛 怎麼刪 好 刪法呢 就是 從我們的to do 去把某個項目刪掉 欸 splice好像可以喔 好 你可以跟它說 OK 我要刪第幾個 把縮影值給它 然後跟它說我要刪一個就好 然後我也不加新的東西 結束 好 所以我們要取得它的縮影值 欸 to do 裡面沒有縮影值 所以我們要再另外傳一個縮影值進去 好 我們傳index進去 欸 哪來的index 欸 我是不是一開始在寫的時候 說可以放個index對不對 好 現在呢 我們需要這個縮影值了 我們需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是在第幾個li 好 所以請把縮影值給我 好 所以我們在做for in loop的時候 除了可以把這個東西拆出來 拆成一個一個變數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再把縮影值也把它弄出來 好 這樣它就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跑到第幾個li了 第0個 第1個 第2個 第3個 好 諸如此類的 好 那這個是view特有的寫法 因為for in loop內建是沒有index的 好 那view呢 因為太常用到這個index了 所以有這樣的寫法 好 忘記的話呢 可以再回頭看一下我們的list rendering 好 那我們把to do跟index都傳進來了 那當然 先存個檔 好 那我們回到JavaScript這邊呢 我們承接這個變數也要接下來 把這個index接住 好 那接住之後呢 使用者也真的要刪掉了 好 那我們就來刪吧 用我們剛剛學到的splice來刪 怎麼刪? 刪我們的todos嘛 對不對 todos它是一個array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splice 好 因為這是array內建的method 好 那splice我們要跟他說 我們要刪第幾個嘛 好 就把我們剛剛得到的所影子傳進去 然後跟他說我們就刪這一個就好了 結束 好 存個檔 好 重新整理看一下 好 我現在刪第一個 欸 你要刪loran1嗎? 不要 沒事 好 我再刪一次 我剛點錯了 我其實是要點第二個 你要刪loran2嗎? 對 我要刪他 欸 不見了 對不對 就是那麼神奇 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其實也沒做什麼事 我就是整理一下我的array 整理一下我的array 把第二個拿掉 就這樣 然後呢 畫面就更新了 Wow Magic 這就是view.js的威力 好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 如果我是新增的東西 有辦法也這樣子做嗎? 也這樣刪得掉嗎? 欸 我點這個新的XX也有用欸 要刪掉yes嗎? 不要 要刪掉yes嗎? 再問一次 OK 欸 真的刪掉了 而且刪的對象都是對的 沒有問題 酷斃了 對不對 以前呢 在寫jQuery的時候 對於新的項目 他比較不友善 除非你 JQuery的事件監聽 那個on有寫好 不然新出來的角色 他是不會有反應的 但是呢 view.js都有 都有反應 為什麼? 因為即使是新的項目 也都是他跑這個v4跑出來的 然後該綁定的事件啊 該印的這些資訊什麼 其實都是完整的 事件都綁定 然後 data都是跟我們的這些資料是match的 所以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你這邊 新增的 它事件都是有綁上去的 所以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欸 又寫完一個功能了 立馬來記錄一下 開心對不對? 做了一個功能 就寫一下日記 把你寫好的封公文也記錄下來 好 我們有寫一點點修改 我真的很喜歡git啦 因為你可以很 很有滿足很有成就感的 看到自己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好 像我們這邊呢 欸 我們多加了一個index 然後我們 綁定了這個delete to do的事件 對不對?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delete to do的 method 好 問使用者你是不是能要刪 按好真的那就刪掉 好 現在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欸 我每次都按熱鍵會不會 就是不知道我在幹嘛 可能會齁 好 我剛剛在history這邊啦 那 原本就是on stage的狀態 好 這只是git發現有 跟上一版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我們把這個on stage 它發現有改過的地方 把它拉到staging的這個地方 就是準備要commit的資料在這裡 這是沒有準備要commit的資料 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的修改 那你只要commit某一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去選擇 某一些檔案 某一些行數 把它丟進去 那剩下的我們就留到之後再去commit 比如說你這次只要commit這個也可以 好 但是這次呢 我們這兩個檔案都有啦 都有 要寫入到這次的commit 所以我就把它弄上去之後呢 準備要commit囉 好 那我就 拉到這個 我就點這個file status 這邊一樣 on stage跟staging的兩個狀態 好 那我這邊寫下 commit 就是要記錄這一次 開發人員日誌的文字 所以我這邊寫 加上delete feature 然後commit 好 就這樣完成了